你敢信吗 我们A股敲膜生气之间 上市指数已经四连扬了 对 你没有看错 已经四连扬了 然后呢 周四 周四呢 是开会结束 到时候会有铺天盖地 特别多的消息出来 那么最近A股明显有护盘 护盘就是吃进了不少资金 到底是周四 是会上涨呢 还是周四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会下跌呢 接下来要重脸讲一讲 讲之前呢 首先看一下美股 最近这两天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叫做特朗普效应 其实美国道琼斯指数的上涨 和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的下跌 就比较能够反映特朗普现象 为什么这样讲呢 跟大家详细说一下 其实美国这个国家 它还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国家 只有两百多年 但是就跟那个人一样 就是有时候 他的思想总是会矛盾 对吧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哎呀人生好无聊啊 我想去奋斗 但是你会发现奋斗的话 又好难 对吧 这个奋斗又好辛苦 那还不如呢 回家睡大觉 但是你又感觉睡大觉 又很无聊 你又想去奋斗 然后就在不断的内耗当中 其实美国它刚开始建国的时候 美国其实是盛行孤立主义的 什么是孤立主义 就是美国大家知道 它有中央大平原 密西西比河 反正是够吃够用够花 粮食不愁 那你就能过得好好的 你像俄罗斯一样 反正我关起没来能过日子 所以说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那个时候的老美啊 还是就想着一个人关起门 过好日子就可以了 什么其他国家的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关心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这个美国作为战胜国呢 当时有个美国总统叫威尔逊 他提出了14条 现在叫做联合国啊 其实以前还有一个叫做国联 以前还有一个叫做国联 是威尔逊提出的 但是提出这个国联的威尔逊 被当时的英国和法国排挤了 那个时候美国虽然经济实力比较强 但是什么政治影响力啊 军力那都差一大截 所以说美国呢 他又再一次退回了保守主义 所谓的保守主义就是 别人都不关我什么事情 我就把自己家过好就行了 这个有一句我们中国人的话语叫什么 只管 只少自己门前卷 莫管他人瓦上装 那么那么道琼斯指说和这个纳斯达克指说呢 他是比较能反映这个特点的 特朗普就是这种类型 就是我把自己家这个认识过好了 其他的事情我也不想操心 你想我操心可以给钱 然后呢 这个像老拜呢 他们所在的这一派 他是什么退休全境化 我就是要关心国外的事情 我就是要开拓国际市场 我就是要把这个走出去 把美国的价值观 我像自由女神一样 高高举起人类的文明的灯塔 所以说你像这个美国的科技公司 美国的科技巨头 他肯定是想走向全球化的 所以说你看大家知道 这个现在的加州的州长 就是纽森 拜登奥巴马这一派 他的铁票仓是什么 就是加州 什么科技 硅谷啊 好莱坞啊 都在加州 所以说老拜他们的铁票仓就是加州 因为只有走向全球 对吧 好莱坞并大卖 硅谷的科技产品 卖向全世界 什么微软 谷歌 苹果 苹果手机 卖向全世界 所以说呢 他们是属于 老拜的一个 是属于标准知识全球化的 特朗普是反对全球化的 那么最终体现在股市上 假如说这个特朗普上台了 跟我们打贸易战 那我们肯定也不想买苹果手机了呀 我们也要国产替代呀 对吧 我们也不用英伟达的芯片了 我们也要发展自己的呀 我们韩武器今天 芯片大长 韩武器不就涨停了吗 那对于这个美国的科技公司 肯定是有冲击的嘛 所以说你看 现在其实他也反映了这一条 就是科技股可能有点走弱 但是美国他关心自己呢 他自己的这个道琼之子说 他可能就开始走强 比如说什么实业啊 什么美国钢铁啊 对吧 美国的一些银行啊 对吧 美国的一些石油啊 他就开始走强 其实也能够反映出这个特点啊 那么讲回我们A股呢 咱们A股呢 其实最近利空也没什么利空 你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还调了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5% 但是好像好像大家就是感觉什么呢 就是好像除了股市 对吧 都是一片祥和 但是好像这个一看股市吧 好像又又不太很祥和 对吧 你看人家还上调了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预期呢 而且今天呢 呃 今天国家内他还是 对吧 多支护生云300ETF是显著放量 四支ETF合计成交了100多亿 今天其实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 嗯 有在买入啊 资金非常明显的在买互人300 肯定是大资金在买互人300 所以说呢 他也有救市啊 你看呃 我们自己呢 有救市 有托盘 然后呢 这个国外有看好我们大A 对吧 呃 看好我们的经济 其实A股照理说 应该的吧 还可以啊 而且呢 最近也在放水 对吧 最近也在放水 你看 两天 央妈投放了800亿 央行巨额进投放 对吧 流动性还可以啊 是不是啊 不过我们的流动性呢 你看这个A股反而成交量在缩小 你看 A股的成交量反而还在缩小 主要其实我感觉这个A股成交量的缩小 一个是 其实你看的指数是红的 长江练利还在新高 对不对 长江练利还在不断上涨 但是工商因还在不断上涨 但是挣钱效应呢 今天有一点啊 但是 今天有点挣钱效应 主要是科技股涨 科技股呢 科技股呢 其实也是特朗普效应了 也是特朗普效应 科技股呢 比如代表 代表就是这个韩武技 韩武技呢 今天算力概念大涨 韩武技20厘米 涨成重归千亿 今天芯片大涨 其实包括韩武技大涨 它都是2019年的翻版 也跟特朗普有关系 你看啊 从越前结构上 可能大家没有经历过2018年啊 我那个时候2018年也在炒股 当时呢 就特朗普刚刚上台的时候 当时打贸易战 大盘呢 当时从这个 也是从3500点 一口机跌到这个2600点 跌了900个点 一年跌了900个几点 那一年人均股民亏了30万 2018年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呢 这个2018年呢 这个中芯国际啊 他被罚了100多亿 大家可能还记得吧 中芯国际被罚了100多亿 然后华为被制裁 所以说紧接到2019年 那个股市啊 几乎就在炒一个板块 就是芯片半导体 就整个一整年啊 几乎就在炒一个板块 就是芯片半导体 因为你没有芯片嘛 当时中芯要是 你不交罚款 那你 因为当时还没有 就是我们现在的芯片 多少还有点芯片 那以前是一点芯片都没有 你要是不交罚款 那一下子就停产了 就是顺便就停产了 整个公司就休克了 上下有产业 上下有产业链 是吧 这个好几十万人 就顺便失业了 但是你交了罚款呢 可能一年多你就断回来了 虽然说跪下去了呢 但是 反正没饿死嘛 但是中芯的董事长呢 就被开除了嘛 那个时候就是 全年就在炒一个板块 就是芯片半导体 但是我们这几年 芯片半导体 多少还发展了一点 尤其是低端芯片 咱们基本上是自已自如了 但是有句话怎么讲 就是我们在进步的时候 人家也在进步 对吧 当年的7纳米的芯片 就是18年的时候 7纳米的芯片 那应该是市场上 比较先进的芯片制程了 现在都干了2纳米 3纳米去了 我们在进步的时候 其实别人也在进步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个特朗普呢 当时就在炒芯片半导体 主要炒自主可控 当时的蔡松中 对吧 就是一年拿7000万奖金的蔡松中 就是在那一年 芯片半导体那个基金 翻了一倍 那么现在今天 这个芯片半导体的炒作 它其实也是在炒 特朗普上台过之后 贸易战要开打 因为特朗普他就是 比较关心制造业回流 那制造业 莫名其妙也不会回去 就是什么打压 对吧 这个什么等等 乱七八糟的 而且你像这个 韩武器呢 它是算理芯片 它是人工智能算理芯片 虽然说韩武器 它是质量不咋地 但是它是中国唯一一家 它是中国唯一的一家 能够生产GPU的 虽然说还在亏损 但是到底值不值一千亿呢 不好讲 但它就是在炒自主可控 它就是在炒自主可控 这个我们今天的芯片大涨 尤其算理芯片大涨 也是在炒自主可控 包括今天领导的黄金 对吧 包括领导的黄金 今天黄金概念 黄金概念昨天大涨 这个今天黄金概念 继续大涨 对吧 这个也跟特朗普有关系 黄金概念也是觉得 这个世界呢 它有些不稳定 所以说最近的盘面呢 应该还是充分反应了 最近的盘面还是充分反应了 以前我们讲的那句话 理论分析猛无虎 掌跌全看特朗普 但是 我以一个文科生的角度来讲 其实呢 这个特朗普上台呢 对我们的伤害性 可能比拜登要大一点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以我一个文科生的视角来看 这个老拜呢 他年纪大了 他要是再干四年呢 他可能就是在上面 就老糊涂了 对吧 他就是 对吧 他就下面人自己干自己的 老拜在上面 就是可能当成一个 对吧 这个老佛爷在那里供着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他很难形成一个什么 非常明显的凝聚力 非常明显的凝聚力 是很难形成的 但是这个特朗普 他就不一样 你看特朗普 他其实号召力很强的 不光是这个什么 参众两院有很多这个 这个这个谜利 我们讲的谜利 还有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粉丝 他的粉丝也很忠诚啊 所以说像特朗普 要是上来的话呢 就是他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还是比较强大的 有些总统 他是属于那种 摆设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就是 他可能就没有什么 就是 就没有什么 这个影响力 号召力 奥巴马前四年 那个时候还行 但是后四年 基本上就晚了 就是好像是一个摆设一样 所以说很难 做出什么动作 但特朗普 他就不太一样 他谜利多 粉丝多 而且这个好像又偏忠诚 他那个号召力 是比较强的 就是他就会成为 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 他本身总统 其实还是权力很大的 他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 那他就容易什么 政绩天下 对吧 以前的时候 我们在古代评价一个皇帝 叫做政绩天下 政就是皇帝的简称 政绩天下 就有可能会形成一言九领的情况 那可能就是 一个混乱的敌人 他要打击你的话 估计 就是相对来讲 伤害力是比较小的 但是要是一个 你的敌人要是紧密 是团联在一起的 就是仅仅是团联在一起的 那他的力量 他就会大增 所以说站在一个文科的角度来 其实我们还是 我们严格意义上还是不希望 对吧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全球化 特朗普他希望什么 他全球化 他竞争不过我们 美国人他 享受惯了 你让他加班加点 他也不愿意干 对不对 排面呢 基本上是反映了 这个 对吧 一顿飞机猛龙虎 涨跌全看 特朗普 然后今天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消息 一个消息就是 双双涨停 草地图已经炒到沙特了 沙特的两只基金涨停了 哎呀 其实这个沙特基金涨停了 怎么说呢 它其实是一种溢价 你看截止到今天 溢价最高的是纳紫科技 然后呢 是纳兹达克ETF 那个还有很多 就是溢价率 基本上都在四五个点 我们A股的成交量 持续缩小 跟这个资金 大量买入国外的 这个ETF也是有关系的 而ETF他又 他又不怎么进入 这个资金成交总额里面 但你看 基本上都去买国外的ETF去了 资金都去买国外的ETF去了 沙特呢 我们给他 对吧 就搞了ETF基金 然后呢 沙特呢 又搞了点光伏 对吧 光伏大消息 A股 极大龙头 计划在沙特 投资核资公司 这个项目呢 是30亿美金 200多个亿啊 200多个亿也不少了 对不对 而且沙特呢 它毕竟是 有示范效应的嘛 对吧 你看有金科能源啊 这个是 这个沙特的这个 光伏项目啊 是大概30亿美金 30亿美金呢 200多个亿 可能你也觉得200多亿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 沙特它毕竟是 海河会的老大嘛 对吧 是欧贝克组织的老大嘛 沙特都搞 高伏行动员了 那中东的什么 科威特啊 卡扎尔啊 那些有钱的什么 这个 不是也得搞一搞嘛 这是 它这个示范效应 还是比较强 因为沙特 中东的一个地方啊 说句实在话 它就是 它可能还比我们 合适搞光伏 那那的 对吧 光的条件 那多好啊 是不是 啊 那绝对是 合适搞光伏的 对吧 呃 又不不安环境 对吧 所以说 嗯 也算是 合力共赢吧 本来我们 这个光伏啊 说产能过剩 啊 然后呢 这个消化个200亿 也算是好事啊 还有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 呃 这两天被 被人 那个 嘲笑的 这个 上证 啊 收益指数 上证收益指数 这两天被人嘲笑 说上证收益指数 打不过就改规则 上证从此告别 三千脸啊 上交所呢 在7月 这个19号 发布了 上证综合 全收益指数 实施航行的公告 啊 意思引发 多个谜子解读 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 这个公告呢 它其实是 7月 呃 它这个是 这个2020年 7月19号的时候 发布的 啊 啊 那个时候 7月19号的这个点位啊 它就是啊 3300点 知道不 它是以2020年7月10月19号这一天 你想想2020年10月19号是3300点 这这这这都已经过去了四年了 现在A股是变成2900了 跌了四百个点 跌了十几百分之几 是吧 呃 它是以当天啊 它是以这个当天的这个3320点八九点 因为这个是2020年7月21号的时候发布的 只是说当时呢 发布呢 它这个名字不好记啊 它这个名字不好记 呃 然后呢 这个重新发布一下 给它改个名字啊 它就是 这次就是重新发一下 然后给它改个名字啊 不是说打不过就就就改规则了 他这个 呃 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你 就是有点像 有点像什么呢 你小的时候吧 你家里老爸老妈给你取了个名字 哎 取了名字特别难听 对吧 呃 你像这个 那个时候对吧 那个什么 呃 解放前的吧 什么狗蛋啊 对吧 你觉得不好听 哎 我想现在自己给自己改个名字 以前这个上证综艺收益只说呢 它就是名字不好听啊 然后现在改了个好听的名字啊 000888 你看 888 对吧 这个 就看着高大上一点吗 看着就是迷子自信一点吗 还有呢 就这个上证综艺收益只说呢 它 呃 大家知道这个股票呀 它要是分红的话 它会除全 除息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上证综艺只说呢 分红的话呢 它不除全也不除息 啊 但是分红呢 它还是技术收益的 但是它又不除全又不除息啊 那么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这个影响就是说呢 就是说 呃 它意思说对红利子说还是利好的啊 因为红利子说就是分红比较多的 它可能就是对这个上证综合收益只说呢 它影响就比较大 因为分红分到了前 但是又不除原不除息 那不是好事吗 啊 当然这个也不是说大家说的说 哎呀 大A 对吧 大A 大A这个告别了 呃 现在才2900 怎么一下子蹦到了3320点了 对吧 怎么蹦到了这个3320点了 它只是 可能四年前 它就是 我直接原因就是四年前取的这个名字 不好听不好看 又难记 现在取了个000888 取了个好名字 对吧 嗯 以前取了个名字不满意 然后出了个消息 然后股民就是 是吧 就解读了一下啊 解读了一下啊 被红利是一个利好吧 哎 最后总结一下吧 反正 A股呢 现在 这个 寂寞冷啊 这个 也就是 讲讲段子 然后呢 这个 没办法 就像人家讲 只能当耐心自闻 别的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只能是当耐心自闻 多点耐心吧 然后周四呢 本周四变盘啊 呃 最后不要让你点点点关注